五彩斑斓的灯光投射在金门地标举光楼上 看得民众目眩神迷 为期一个月的金门海洋艺术季 10月1日晚间正式登场 龙龙鼓声震撼人心 气势雄滚的举光楼 从来环境剧场最佳舞台 虚拟有座的舞团成员 毫无聚色与火共舞 开幕式就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 今年的海洋艺术季和故宫博物院合作 邀请艺术家创造一场艺术与故事结合的大型艺术展 每一届都有不同的主题 特别是在去年我们的金色临近海洋艺术季获得了Mios奖 那么今年我们更进一步跟故宫博物院来合作 不仅仅只是装置艺术 并且将金门的旧城区以及人文故事全部导入 古有故宫文物 雕橄榄河洲的乙河造洲 经有艺术家颠覆创作乙洲造河 打造一座上下对称形色橄榄的空间装置作品 民众可乘坐在河洲之中 享受举光楼的夜之美 走入艺术品是本次展览最大卖点 步行在安渡头的光州中 感受水雾喷洒的迷幻效果 穿梭在古刚楼前的主播中 感受竹片交织出的空间感 亲近游乐设施旁的守护神 感受风视野守护孩童的决心 六座大型地景装置艺术发现围形创作 在金城镇周边展出 这个秋天走一趟金门 看看古文物与现代艺术 擦撞出什么样火花 新唐亚太电视杨忠祺 台湾金门采访报导 中文物与现代艺术